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全球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且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节目发布 您便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全球新闻联报 俄罗斯跟乌克兰官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边境举行会谈 而就在刚才乌克兰媒体直出会谈已经结束 乌克兰要求俄罗斯武装部队从乌克兰全境撤离 包含克里米亚跟顿巴斯地区 不过乌克兰媒体后来也出面澄清 表示上述消息 雷自于没有跟随乌克兰代表团队到白俄罗斯参加会谈的 乌克兰总统过问波多利亚科 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白俄罗斯分社 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目前双方会谈只是在休息之中 稍后将会持续进行 会谈开始之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乌克兰希望立即停火 俄罗斯军队立即撤出 俄罗斯方面则表示 希望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 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向路透社表示 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谈判已经开始 新闻照片之中可以看见 乌克兰代表团队是国防部长 涅兹尼科夫 稍早他搭乘直升机抵达白俄罗斯的 哥美利地区加入谈判实行 而同行的还有多位高级官员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27号宣布 乌克兰代表团队同意在没有先决条件之下 在白俄罗斯跟俄罗斯代表进行会谈 泽伦斯基表示 他不认为这次谈判会有任何进度 不过他愿意尝试一遍 而谈判开始之前他也再度透过电视喊话 要求俄罗斯军队立即停火并且撤军 同时他也疾呼欧盟应该让乌克兰加入成为会员国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方面也证实谈判已经开始 不过并没有透露俄罗斯方面谈判的目标为何 最新传出的照片可以看见 双方代表在长桌上面各据一方对坐 俄罗斯跟乌克兰代表团正在白俄罗斯进行谈判 几乎同一个时间俄罗斯媒体报导 俄罗斯国防部长报告和三位一体都已经进入备战的状态 根据命令包含战略导弹部队 北方舰队 太平洋舰队 战略航空兵指挥部的指班人员 都已经加强编程执行战斗指班 和三位一体指的是一个国家同时拥有洲际弹道飞弹 潜射弹道飞弹以及战略轰炸机 三种可子武器打击方式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声明也指出 俄罗斯最高军事指挥部已经命令重型战略轰炸机飞行 以阻挡美国跟欧洲的军事援助进入乌克兰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国防部长 绍伊古以及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时候 他表示已经下令将俄罗斯军队的克组部队 进入战斗的特殊模式 普京曾经警告 在乌克兰任何试图阻碍国门的人士 都将会看见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后果 不过分析认为普京这个宣布 并不代表俄罗斯打算使用这些武器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 普京核威士的命令表明 他正在以一种令人不可接受的方式升级误恶冲突 诺贝尔和平讲得主 新报总编辑德米特里认为 普京的话听起来像是核战争直接的威胁 他分析普京的意图 就是如果俄罗斯不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那么一切都将被摧毁 在普京统治之下的俄罗斯 是一个几乎没有制衡的国家 克里姆林宫发动的命令决定一切 因此如果普京决定动用核战争 或许没有人可以阻挡 不过英国国防大使华勒斯告诉泰晤士电台 他预期普京不会为了攻击乌克兰而动用核武 华勒斯表示 普京可能对乌克兰抱持很大的野心 但是我不认为他希望走到这个地步 华勒斯也告诉天空新闻表示 普京在乌克兰攻势上面碰到困境 他谈论到核子部队的目的是为了转移世人的焦点 在受到西方国家强力制裁之后 俄罗斯卢布28号在延后三小时之后开盘 创下历史新低 俄罗斯中央银行随后宣布 莫斯科交易所全天暂停股票交易 而拜登政府刚刚又表示 对俄罗斯央行实行额外制裁 禁止美国人民跟所有企业与俄罗斯央行进行任何业务的往来 并且冻结其在美国境内的资产 此外新举措还将针对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跟俄罗斯财政部 不过克林姆林宫依旧坚持表示 俄罗斯有能力摆脱制裁的影响 根据美国NBC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经济制裁 禁止美国人进行任何交易 使用对象包含俄罗斯中央银行 主权财富基金 俄罗斯财政部 同时也冻结其在美国所有的资产 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 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 直接投资基金会CEO德米特里耶夫 也被纳入制裁名单 一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表示 简单的说明就是 我们的策略就是确保俄罗斯经济倒退 此前路透社也指出英国政府宣布 禁止英国实体跟俄罗斯央行 财政部以及主权基金从事交易 并且禁止俄国企业 在英国发行可转移证券跟货币市场的工具 日本IHK最新消息也表示 日本同样宣布跟进限制跟俄罗斯央行交易 还有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列为制裁对象 同时冻结他的资产 而在许多国家纷纷对俄罗斯宣布一系列制裁 俄罗斯国际卢布日前不断下跌 在莫斯科交易所创下109卢布 对一美金的历史新低 莫斯科证交所今天外汇交易延后开盘 盘出报价更新速度加慢 波动非常大 交易员也警告流动性低将导致买卖凑合不易 俄罗斯中银行在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宣布 莫斯科交易所今天全天暂停股票交易 至于明天交易时间则在明天上午才会宣布 在此之前俄罗斯央行就下令停止外国人出售 俄罗斯证券以遏制市场的影响 卢布对美元一度跌至119.50元 到25号收盘价下跌30% CNBC则指出俄罗斯央行正试图转移资产 欧洲中央银行更表示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欧洲子公司正面对倒闭的风险 不过在此同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表示 中国方面不赞成使用制裁手段来解决问题 中国跟俄罗斯依旧会正常贸易合作 克里姆尼公方面则坚持表示 俄罗斯有能力摆脱国际制裁带来的影响 不过就在刚刚又有新的消息传出 瑞士方面宣布将冻结普京在当地的所有资产 独头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将在美国时间28号 派出由前资深国防官员跟国安官员 组成的代表团队抵达台湾 这次出访象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美方对台湾的支持 该代表团由曾经认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穆伦来率领 此时正值台湾加强戒备 警惕中国不要利用西方英俄乌战局对其采取行动 路透社从美国华府发出的独家报道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将派遣特使团队访问台湾 成员将包含卸任的美国国防以及国安官员 预料将会由前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率团 美方官员表示 这个举动代表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对台湾展现出持续有利的支持 不论是美国海军上将退役 曾经服役在布希跟奥巴马政府时期 陪同访台的还包含布希政府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欧苏利文 以及奥巴马总统时期的国防部次长弗洛诺伊 此外这位官员也向路透社表示 两位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亚洲高阶主管格林以及梅戴卢斯也将出访 代表团预计在3月1号下午抵达台湾 并且停留到3月2号晚间 期间他们将跟台湾总统蔡英文 国防部长邱国正等高阶官员会面 不过该名官员拒绝透露 美国代表团队访问台湾的时机 是否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影响 乌克兰局势令国际忧心 各国纷纷完成撤侨行动 不过中国不仅慢了半拍 规划的暴击撤侨也没有执行 如今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公布最新消息 鼓励中国公民自行前往乌克兰的邻国 还表示出发之前可以知会使馆 要大家注意安全 中国外交部今天在记者会上 才被问到撤侨的事情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还在研究制定 让中国公民安全撤离的一切可行方式 他表示目前乌克兰境内交通安全情势 非常不稳定 但是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今天下午发文表示 已经跟中国驻摩尔多瓦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匈牙利 波兰等大使馆协调 为中国自行从乌克兰前往上述国家的公民 提供通关便利的协助 使馆也希望中国公民在出发之前 先把相关资料传讯通知 并且提醒大家沿途以安全为第一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